世界第一頂 小哥 你們在幹嘛啊 我剛剛不是這樣有好 我在挖蚯蚓 挖蚯蚓欸 喔看到了看到了 好多隻喔 你看這個妹妹超厲害的 他這樣翻一翻翻一翻 然後就抓到一隻蚯蚓了 哇這個蚯蚓 好肥喔 你們挖這個蚯蚓要幹嘛 我拿去給他 再吃蚯蚓 蚯蚓可以吃嗎 可以 可以 你敢吃啊 不要閃啊 你說你敢吃 哎呦 好怪喔 原本以為小朋友只是抓抓 好玩好玩 沒想到竟然是抓來給人吃的 而且聽說這位叔叔 愛吃蚯蚓到一個瘋狂的境界 一天不客是渾身不對勁啊 因此 只要親朋好友一有空 就會幫忙找蚯蚓 挖蚯蚓 再送給他吃 喔 這 真的很奇怪欸 一般人蚯蚓不是拿來餵雞 餵鴨 或是當釣魚的釣耳嗎 既然有人拿來吃 到底蚯蚓有沒有人在餵啊 為何非得吃它不可呢 充滿種種疑惑的子依我 決定親自會會這位傳說中 是你神吃的奇人 有說叫我拿到消防局 這邊有消防車 應該就是消防局囉 那邊好多人喔 有 你好你好你好 我快請問一下喔 這邊是不是有人在吃這個蚯蚓啊 有啊 有嗎 那這個人在哪裡啊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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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衣服 有一個穿紅色衣服 好怪喔 為什麼有人吃蚯蚓啊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喔 請問一下喔 這邊是不是有人吃這個蚯蚓啊 找到了 找到了 這是你吃的啊 有 你拿來吃啊 你怎麼吃啊 你怎麼吃啊 你怎麼吃 吵啊 這麼厲害 放草藥炒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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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倒是頭一招聽到欸 究竟這咖啞媽媽的 一隻新條狀物 要怎麼樣炒 要怎麼炒 會好吃呢 現場就請大哥 來為大家示範示範吧 來吧 杜菇娜 料理 蚯蚓肉 而且好有生命力的蚯蚓肉 一隻爬 一隻爬 好強的活動力喔 大哥大哥 你現在做這道料理 有沒有什麼菜米 菜根 哈 一開 好 打拋蚯蚓肉 是會打拋豬肉 打拋蚯蚓肉 那不是要剁碎了嗎 那大哥 你在做之前要先切嗎 不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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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切怎麼打拋啊 這個泥土喔 這個泥包喔 水 他就直接加進去 喔 先放辣椒爆香 喔 哇 鍋子夠熱了 喔 接著就要放重頭戲 秋影要放囉 這樣就好啦 可以起過啦 唉唷 好 好 還要再放上 還要擺盤 你看喔 這就是 打拋蚯蚓肉 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個 打拋蚯蚓肉啊 它漂亮 顏色是蠻漂亮的 有紅 有綠 有黃 但是 這跟我們一般看到的那個 打拋豬肉或打拋肌肉不太一樣 因為 它都是長條形的 大哥 這個形狀不太一樣 為什麼它叫打拋蚯蚓肉 沒炒不太多 他說不一樣 因為我味道也不一樣 沒有 這個是蚯蚓肉 這個是蚯蚓 簡單的加入幾樣配料 快火大炒兩下 這道看似色香味俱全的 打拋蚯蚓 馬上料理完成 大哥說 這道是他最長 也最愛吃的料理 製作起來不但簡單 快速 美味更是不在話下 而且大哥說得 精精有味的模樣 讓人好奇 蚯蚓到底有多好吃 咱們就先請其他的打火英雄 來為我們鑑定鑑定 他們的打火英雄都在吃飯 你知道嗎 放在這邊 不知道他們會倒胃口 還是可以夾菜 欸 蚯蚓肉 什麼 你不吃 很好吃耶 來 為什麼 每個人都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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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好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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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啊 與大哥共識多年的同事 對於蚯蚓料理 應該早就習以為常了 不是嗎 怎麼一看到蚯蚓 反應之大的 說什麼都不願意嘗一口 如此令人恐懼的可怕料理 大哥 到底要如何食下肚呢 大哥 香是香啦 不過齁 子儀我看到還是怕怕啦 你要不要先試吃給我看看 等一下怎麼吃 就直接 要把醬 配料一起吃嗎 好 再這樣吃啦 我看大哥的吃法是什麼 拉一點點辣椒 然後用蚯蚓 然後再弄一點點薑吃 薑吃應該是要去它的土味腥味 然後最後吃下去以後 再抓一片對焰 對 子儀我介紹完畢 OK 我們走吧 真的要吃喔 蚯蚓欸 蚯蚓欸 所以大哥吃一口吧 對了 我就知道你會對 你看 故意弄很多薑有沒有 蚯蚓肉 我會看到 蚯蚓在那邊 喔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啊 好吃 好吃 好吃嗎 來喔 來喔 也可以 咻味 吃到的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薑的味道 辣椒 你知道 然後呢 蕭蚓的味道 完全被蓋住 只有泥土的味道 真搞不懂 這土味十足的打拋蕭蚓 到底哪裡好吃啊 美味又在哪裡欸 為何用了一堆辛香料調味 吃到的除了土味 還是土味啊 如此難以下咽的東西 大哥卻直說好吃 吃了很健康 奇怪 出影不都出現在糞土中 裡面腐蝕性雜質 吃去一大堆 難道不怕吃到什麼病菌 得怪病嗎 大哥大哥 我真的很好奇欸 你說 剛剛你跟我說 吃了會身體健康 那 到底吃了什麼身體會健康 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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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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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班說自己一句話你就可以吃了 不能說出來 只能在自己的心裡面 噴 你透露給我聽 你偷偷跟我講就好 噴噴 嗯 噴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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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講 沒錯 大姐 大哥說啊 他吃了這個啊 整個人身體都健康 有嗎 有嗎 담 啊 那你們平常每天晚上大概都幾點睡 晚上七點多 晚上七點多啊 這麼早就睡啊 還是早上七點多 你的七點多有分晚上早上喔 是晚上七點還是早上 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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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醫裡 蚯蚁有成底龍 具有治水腫 預防哮喘 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功效 但能不能撞羊 我們就不得而知啦 只知道大哥就是靠這一味 獲得大嫂的關心 因此只要大哥一有空 就會在消防局 或是住家的附近找蚯蚁 一天沒挖個上百隻啊 是絕對無法滿足他的 你 你們聽到都不會心動嗎 就是吃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我不想試試看 會吐出來是不是 那你咧你咧 這個 很冷的 不需要是不是 那除了 大哥你除了說 就是做成這樣打拋以外啊 你還有什麼樣的吃法 不丁 約法 啪 他說生吃 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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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蚯蚓可以生吃 Oh my goodness 原以為大哥只是炒炒蚯蚓來吃 沒想到蚯蚓還能生吃啊 大哥更以待神機的說 蚯蚓生吃效果最好啦 尤其現挖的最新鮮也最好吃 不如 至於大哥都去哪裡挖又如何吃呢 嘿嘿 咱們來尾隨他 馬上就能見真章 大哥大哥 哇 等一下 抓個蚯蚓要那麼麻煩嗎 我們走了一大段路耶 我們要在哪裡抓啊 等一下 那邊也是這樣 他說要去到陰陽的地方 下面 在比較涼快的地方是有蚯蚓 喔 是啦 這邊已經是樹蔭底下 那邊可能會有 那邊有 陰陽 這邊夠軟 這邊泥土夠軟 這邊泥土夠軟 應該 軟到我一踩就陷下去了耶 我換過來 欸咻 啊 有啊 呼 耶 好多喔 蚯蚓窩 酷耶 還有還有還有 我看到我看到了 啊 啊 哈 哈 哈 嗯 大哥 這些秋影顏色就長不一樣耶 你看 這個是比較偏紫色的 然後這個比較偏白色 你看 我們等一下 喔 喔 小的 顏色比較深一點 大一隻的比較白一點 老的跟年輕的哪個比較好吃啊 哪個比較好吃啊 大小都一樣 然後 壯陽也超 一樣 又有講到Keyword 你知道嗎 大小都一樣 老的少的都一樣 而且 壯陽的功效 都一樣 那妳要怎麼吃啊 我們要洗一洗嗎 那妳要怎麼吃啊 我們要洗一洗嗎 今天呢 他說不用洗 就是用手包那個尾巴拿 好 壯陽 是秋影 帶泥沙 他到底是 直接生吞 還是 咬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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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釣魚 釣到一個肚子太餓 心想 別人吃蚯蚓 人吃了應該也沒事吧 因此 一吃 就身上一辣 像種乳一樣 天天都要吃 這樣一刻 就是三十年 好啦 我看大哥 你吃這麼津津有味 我覺得我應該要跟你看齊一下 好 讓我深吸一口氣 來囉 不要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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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敢吃啦 太噁心了 那個軟軟的東西在我嘴巴裡面這樣 一直蠕動一直蠕動 奇怪我剛剛拿它還好 一放我嘴巴裡面就活蹦亂跳了 嗨 各位觀眾 子儀真的很想把生吃蚯蚓的口感和味道 與大家分享 但是 當蚯蚓在嘴邊掙扎 在口中亂串的時候 讓我徹底的投降了 我想這真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嘗試的 開啟定